大家好,今天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拿到手里的汇吞数据之后 如何高效的使用这款工具来指导我们做店铺做笔记 好,首先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刚开始去发笔记的时候 我们编辑的笔记是否合格合规 新手宝子可能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款工具给大家开发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叫做违禁词的一个查询 这个查询违禁词基本上行业里面所有的违禁词全部都涵盖在内 那么违禁词查询的方式也是特别简单 首先我们就是只需要把我们的笔记内容复制在这里面 然后点击查询去看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啊 是我们的笔记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注意啊 是所有的全部复制 所有的全部复制 包括咱们这个标题啊 然后复制进来之后呢 直接一键检测好 它这违禁词是0 敏感词是0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我们这个笔记的内容是合规的 那我们就可以正常去发了 好 这个是咱们一个就是违禁词的一个查询 第二个呢 就是笔记的一个收录 有很多宝子就是啊 我就说一发笔记 第一条笔记就只有8个播放量啊 10个小眼睛 那肯定是 他说我也查了 就是就是没有 那这个具体你的小眼睛很少的原因 其实有特别特别多 那么像一些比如你的剪辑不过关 视频这个质量比较差 或者是已经被检测到搬运等等等等啊 包括你账号标签没有打等等 那么好 那么这里面就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只要去查一下你的笔记有没有收录进来 你的笔记有没有收录进来 如果说被收录进来的笔记 基本上会有上百个小眼睛的 这是基础的 知道吧 好 那么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首先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直接把笔记的这个链接丢进去直接查询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笔记收藏放入到我们灰屯数据的收藏甲里面去 然后在这里面一键上传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点击我的收藏 然后在这里面点 比如说 这里是可以批量的 这里是可以批量 批量上加上加就是批量添加之后 直接点击查询 好 这里面会如果说大家是新号的话 这里面的数据可能要等个几小时 或者是十小时 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他才能够检测的到 如果说大家的账号比较老 就是已经做了十来天半个月 那么基本上是立马就能够查询的到 你这个账号有没有被收录进来 好 比如说我已经确定 好 你看 这个你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的查询记录 然后这个显示都在查询中 然后这里面你看到没有 这笔记已经被收录进来了 查询到了 这笔记已经被收录了 然后这些就没有 还在查询 好 如果说这里面显示没有收录 显示没有收录的视频 宝子们 你们就把这个视频给删掉 因为没有收录 说明你的视频有一定的违规倾向 如果说因为违规的原因 可能有特别特别多 那我们就不要去钻牛角尖 就直接把视频删掉即可 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